youtuber呱吉的频道上班不要看 凭借多元的影片体财以及轻松诙谐的风格 受过大批网友的喜爱 没想到他于17日凌晨 突然发文表示自己累了 频道将无限期停止更新 消息随即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许多粉丝都被吓傻 纷纷留言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这次的po文没过多久就被悄悄删除 且呱吉至今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任何解释 让外界看得一头雾水 事实上先前曾有网友留言表示 呱吉的订阅数停滞很久了 让他愤怒的反抢对方不需要讲废话 对此9man曾出面解释到 近期所有台湾youtuber流量都掉了不少 原因包括流量跑到其他平台 大家目前仍在报复醒出国 热门的游戏推出以及中国频道的竞争力很强 不过9man也大赞 上班不要看人是他心目中很棒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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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